大家好欢迎来到赋能运动科学 我是邱创源物理治疗师 大家都知道运动完要收操 那各位山友们在山上 爬完山以后有没有收操呢 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在野外可以做的 简单伸展的动作 我们爬山常常会用到我们的腿力 所以呢今天会教大家 小腿大腿怎么做伸展 首先我们先做小腿伸展的动作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弓箭布 但是其中有几个小技巧要注意 第一前脚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第二后脚的脚尖要对着前方 不要往外转 第三你的脚跟一定要往下踩 这是我们小腿肚的伸展 第二个我们来教大腿前侧如何伸展 因为是单脚站 所以我们扶着一棵树或是墙 去维持平衡 然后呢把其中一只脚往后拉起来 拉起来的重点呢 是我们大腿要并拢 不要往外打开 不要变成这个样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膝盖 要超过另外一只脚的膝盖 身体要挺直 才会伸展到我们大腿的前侧 那接下来我们做大腿后侧的伸展 我们一样可以轻轻的扶着墙 把一只脚伸到前方 然后屁股往后退 记得前脚的重点是 膝盖打直脚板勾起来 那后脚的重点是 我们轻轻扶着后脚 但是不要放很多压力在膝盖上 那我们最后一个伸展是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疏忽 或是不晓得在野外怎么做的 是我们臀肌的伸展 大家可以找一棵树 或是一个可以靠着的地方 然后呢做一个翘脚的动作 那如果可以腿力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往下坐的动作 那记得这只膝盖的外缘要往下压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在运动后 登山后可以做的伸展和舒缓动作